DLC2013 ICT P1A MC第28题 这个题只有40%的声弹 刚才说有个电视机接驳了一个set-top box这样的物体 例如X这个box就会接上互联网 透过这个机带盒电视机可以接收到高清的影片 以及经 Streaming Technology串流技术去看到互联网上的影片或者电视节目 现在这个题目就问了X这个盒究竟会有什么规格? 回答这个题目的时候你留意字眼规格的spec是necessary 即是必须要有necessary即是没有了不行 如果一样东西可有可无那未必是necessary的 即是如果是nice to have 就并不等于necessary 这里说明是必须 好,我们就看了 2dB的hard disk 有就最好 没有是否一定不行呢 那就未必的 因为就算没有hard disk 那个device应该都能够继续运作 因为这个基本上是属于一个secondary的storage device 除非你是想将那些streaming的video进行录影 record即是save了一条片 那你就需要一个hard disk 所以这个未必是necessary 不过它是nice to have 所以我暂时先给一切一点 第二,8GB flash memory 这个很明显是需要的 因为这个基本上是RAM来的 我们叫Primary Storage 而是必须的 如果没有RAM 基本上这个机制盒里面的program 是不能够运作 好,接着345 Audio Output HGMI Output 和VG Output 基本上是关于影音设备的port 譬如这个就是HGMI 4 HGMI 基本上所有高清电视都有这样的input port 这个机制盒当然也有一个HGMI对应的output port 接着到Audio Output 就是传送声音的port 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VGA port 这个电脑屏幕是常用的output port 就是电脑用的屏幕 很多还在用VGA port 样子就是这样的 一个D型的插头 我们特别留意一下HGMI Output 基本上它除了传送影像讯素之外 就是它会传送高清的high definition的video 其实它还有Audio 这个插头本身是会影音都一起传送 就是声音和影像一起传送 而这个插头也就是Mess Run 题目的定义 就是电视机 是要收到high definition的video 就是高清的电视节目 VGA就不是高清来的 VGA 所以接着这个机体盒应该有4 这个规格的XGMI output 不应该是3和5 3和5就是电脑用的output port 所以答案就是2和4 only A for Apple 8号 4 7 6 7